推妻溺弊 可难掩旧妻诈宝 告怨判无期 2006年9月苗栗余光复为诈领保险金 可欣将妻子推入水中溺弊 在洋庄入水救妻 但他否认犯案 前天台中高分院仍维持原判 判他无期徒刑 余光复和妻子感情不睦 分居10年 案发前两个月他替妻子投保600万元意外险 事后借口婆婆生病 骗妻子回苗栗 案发当天以钓鱼为借口 叫妻子送食物到祠堂 肯夫居然趁机将妻子推入水 以手用力闷住妻子口鼻 让他无法呼吸 还拿出肝把妻子推进水里之后 才洋庄自己和妻子意外落水 大声呼救 事后还假惺惺哭泣 自责救不了妻子 被害人梁家认为肯夫连健保费都付不出来 这帮妻子投保意外险 质疑狠夫涉局杀妻 法医解剖发现 使者落水井三四十分钟 已踏浮在水中 右肩又有棍棒插杀痕 怀疑他杀 狠夫虽否认行凶 但仍遭高院判处无期徒刑 并裁定羁押 动新闻台中报导